我們看一下 剛剛因為各位有用模擬器的嘛 所以你要知道大概有哪些原因 沒有辦法讓模擬出結果來 這個部分你到任務裡面有一個老師教學文章 就可以看到 有沒有 在這裡 那我們先 簡單看一下 往下走 往下走 第一個 硬體有問題 也就是說你的 WebDuno這個硬體的部分 它目前只能一次一個開發板 所以說你有兩個三個 請要把它刪掉 這是第一個 那如果有某些元件 比如說 你有一顆LED元件 燈 你丟出來了 你沒有用 你還留在那邊 這樣也會不成功 這是第一個 硬體真的有問題 有沒有 剛剛在講 還有元件或感測器丟在旁邊 有沒有 這樣也會不成功 就是一定要用 再來就是你的積木有問題 軟體的部分 好 軟體的部分 積木有問題 那 我們的那個blockley 跟你以前早期學過的scratch不一樣 scratch如果你積木不用 你丟到外面沒有關係 像這樣丟外面沒有 可是 blockley不行 所以如果萬一你的積木 比如說我丟了一個 啊 這個沒有用 你丟這樣不行 你必須把它刪掉 這是一種方法 第二種方法 你可以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停用 有沒有顏色不一樣 就是你真的不想用的 你要把它停用 好 如果你是在裡面也可以停用嗎 這樣了解嗎 好 因為有些人他覺得說 欸我好不容易寫好了嘛 我先暫時先留著 不要丟掉了 怪不得辦法要重寫 好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就是 就是這個一定要注意一下 這個 大致上是這樣的問題 再來就是什麼 腳位的地方 比如說剛剛有同學說 為什麼他的不會亮 因為他的腳位是用13 我的是用13 所以我跟你不一樣 那我怎麼可能會亮給你看呢 對 這樣清楚了齁 所以必須要是一樣的腳位才行 有點擔心